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谭若宜 新闻一开始 首先要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要点新闻 病例持续上升 洛杉矶线延长搭乘公共交通口罩要求 由于COVID-19病例持续上升 而且洛杉矶线进入中等病毒风险水平 洛杉矶线从今天开始 正式延长在公共交通和交通枢纽带口罩的要求 这一要求的期限将在延长30天 或直到落线的病毒传播急剧下降 这两种情况以先到者为准 加州老旧货柜拖车年底将仅止在码头火车站卸货 5月初加州制定了到2035年 实现完全零排放的货运船队新法规 到今年年底将不再允许2007年至2009年 发动机的货柜拖车在加州的港口和铁路站运载货物 据了解将有26%至27%的货柜拖车受到影响 辉瑞BNT5岁以下幼童接种3剂BNT疫苗安全且有效 辉瑞和Beltech在一项临床实验中施打3剂疫苗后 发现疫苗引起强大免疫反应 在副作用方面疫苗组合安慰剂组则类似 根据初步估计疫苗的有效性为80.3% 两家公司发布声明正值美国FDA计划于未来几周 开会讨论是否授权让最年幼儿童接种COVID疫苗 恐遭沙门市军污染GM's Marker召回GIF牌花生酱 由于可能遭沙门市军污染GM's Marker召回在美国销售的GIF牌花生酱产品 产品批号为1274425至2140425 批号显示在最佳使用日期旁边 消费者如此有符合上述产品 有疑问或想报告不良反应 请与该公司联络 中天中望这里报道